韩瑜上面超级大,网随手一张金家截图先暴动 女星韩瑜,孙协志三年前离婚,日前却被曝孙协志遭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换脚,韩瑜入选顶替女主角,和她配对的还是绯闻对象黄少奇,形成有韩瑜就没孙协志, 后来韩瑜更疑似闪躲前夫话题,选择缺席新戏试骗会 不料有网友最近看《金家好媳妇》净截图,直喊,有没有韩瑜是不是蛮有料的八卦,引发热烈回响 韩瑜出道前原本是名护理师,因为名制作人周游慧眼而意外踏入演艺圈成为艺人,水汪光的大眼睛,配上脱俗的好气质 2001年演出《飞龙在天后宝红》,近日她忙于拍摄本土剧《金家好媳妇》,拥有不少死忠粉丝 日前母亲节,她先是在脸书PO上了小时候和妈妈,妹妹的合照,看出她从小就深邃的五官,看起来像个混血洋娃娃,而韩瑜的妹妹则是越大越有女人喂,两人合照令人直呼,高颜直子媚花 没想到有网友今天在PTT贴出一张金家剧照,照片中,韩瑜穿着白色肩带,蓝色路肩平口小洋装,并说台词,谢谢妈 最吸睛的是,韩瑜面带微笑双手接过一杯茶水瞬间,勾清晰可见,PO文一出,立刻引发网友热议,正,又大,又会赚钱,有余的都是正妹 另一方面,针对离婚韩瑜心情,孙协志日前上命运好好玩透露,当时一直陷在感情的漩涡中,不过他最大优点就是,绝对不会想不开要做坏事,就那个绝对不会在我人生选项当中,但他也清楚自己惨了,因为接下来半年会很难熬,很难受 孙协志甚至自爆,那段时间一直选择不说话,不愿意回应外界种种揣测,除不想让事情延烧,也是希望能保护对方,不就是离婚的一个鸟是吗? 没想到随着媒体铺天盖地报道,加上公司状况越来越差,终于把他逼到极限,两个月过后,我真的不行了 孙协志接着说,因此他决定帮自己安排一个自虐行程,竟是跑到与韩瑜有满满回忆的日本旅行,我告诉我自己,我这趟去日本,我要住一样的饭店,去一样的地方,回来公司我要重新开始,该解决的我要先处理完 感谢观看